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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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清朝思想家 郑观影诞辰180周年 中山市三向镇通过推广 雍麦特式精品示范村建设 对郑观影故居周边景观进行改造提升 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目前改造提升项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共打造11处网红打卡点 还引入了一批巨人气的商家入住 例如中山手信店、传统美食店 咖啡店、画室、茶馆等等 近日首届植物科学前缘学术大会 在江苏南京召开 会议以植物科学与生态农业为主题 来自全国植物科学、化学、物理、生物成像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围绕植物科学的热点和前缘科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 工程实施过程当中 龙门石坊研究院创新文物保护理念 联合多个院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科研团队 将科研工作贯穿工程整个过程 对于奉先寺展开了详细而且全面的病害调查评估 和科技考古工作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 负责活动评选结果出路 碧溪上耀登成为苏州唯一入选项目 碧溪上耀登历史悠久 原末名初碧溪百姓就开始扎耀纸放耀灯 自该项目开展以来 碧溪街道定期邀请上耀灯传承人 吴培华 以及常熟市和平风筝区乐部的老师 走进学校教学生制作 放飞上耀登技巧 为碧溪上耀登的传承和发展 探索了一条新路 利用不同科技将城市智慧化 可以为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之余 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素 而且在过去十年来 广州深耕智慧城市建设 令城市智理更精细化 持续推动城市高品质发展 当我们现在带大家去广州看看 走入越秀区陆庸街围吉西 你会见到这里周围是充满着一片老广州的味道 而居民达叔现在在这里 亦都是国住舍异的退休生活 我现在出生的了 就住了六十多年了 所以看着它的变化 从小看着这个社区变化的 所以我们这个感觉都很幸福的 经过改造之后 我看到有很多老人家都搬回来住 卫吉西所属的旧南海苑社区 居住了超过一千三百名掌舍 如何令老人家住得安全舒适 是社区的工作重点 近年来 社区经过微改造提升环境面貌 还着力打造智慧社区 通过一些高科技手段 令到居民住得更加舒适 像达叔手上佩戴的这个智能手腕一样 收缩压是119 书账压是74 我们一般都是一天 即是够时间 我们一般都是一天2、3次 不少老人家的家 社区重点场所还安装了 烟感报警器 同样都是通过实时联网 有突发情况就会响警报 而且这些摄像镜头 能够智能识别乱抛垃圾 高空雜物等等的情况 大小事项最终都会传送到 智慧社区服务中心的后台系统 通过智慧化的手段 其实可以帮我们减负 以前可能我们会经常打电话去问他 你记得要关火 你记得你今天血压高不高 到现在可能我们通过 我们一个智慧手腕的一些收集信息 和应急的收集信息 就由一个被动变主动 我们其实就可以及时掌握到 老人家的生命体征 也可以确保老人家在我们社区里面 住得安全和住得幸福 除了智慧社区 市民日常使用的移动支付 遍布街头的智能交通灯 正在这儿营运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学生在家轻松上网货 手机一键登录就可以办妥各项事务 智慧生活在广州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触手可及 近年来广州仍通过搭建杂感知 分析服务管理指挥于一体的 瑞智馆城市运行管理中枢 编织起一张智慧城市的网络 十四五时期 广州将会扎实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进一步做好一网感知 一网调道 一网共治 完善随智管三级综合指挥调道中枢 向上对接好省月智慧平台 向下深入基层治理神经抹梢 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 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机会 需要做到核酸检测 所以说采养点都需要很多人手 对啊 而为了舒缓人手紧张的情况 近期深圳陆续上线了 移动智能核酸采养停 制作核酸采养机和全流程 自动化被烟饰子采养机械人 究竟用机械人采养 和人工的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这个时候正在为市民 进行核酸采养的 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之一 智能核酸采养机械人 最近这段时间 他会和另外两个机械人 一共三台智能核酸采养机械人一齐 在市民中心B区试点运营 我们这个机器人的主要应用场景 是在隔离酒店 就是在高危险黄马区或者红马区 那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就是人员其实不能够 自由地到各个地方去 因为它可能已经是 有感染的风险 那我们的机器人本身是 可以移动到各个酒店的房间 包括医院的各个房间 去做这个核酸采养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 完全全自主可以自己 自主移动 自主到各个楼层 各个房间去做的 这个核酸采养机械 很方便的 最近天气比较炎热 然后用机器的话 就能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挺精准的 在现场的三部智能核酸采养机械人当中 其中两部是烟饰纸采养机械人 它们和真人采养又有什么分别呢 以这台为例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核酸采养的 一个烟烤码 扫脑之后我们就可以领取到 这样的一个一次性的摇口 现在我们只需要按照一个语音提示 把这样的一次性摇口 摆在它的这样的一个上方 之后根据提示就可以了 整个体验下来 其实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轻柔的 刚刚我也是把今天在场的三台 这个自动核酸采养机器人 都体验了一遍 总的来说感觉还可以 因为相对于人工来说 机器人不仅可以24小时在港 而且它的整个采养过程 也是比较科学和精准的 以这台比试之为例 刚刚当这个机械臂 可以缓缓转向我的时候 会搬有语音提示 之后这个机械臂 才会缓缓地进行一个采样 所以说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安心的 而且也并没有什么异样感 定点投放以后 我们有效地解决了 这个15分钟核酸采样的 这个采样圈的一个问题 可以实现一个24小时 无人之所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深圳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节奏比较快的一个城市 那么很多人下班以后 那么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核酸采样 那如果有定点的投放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解决这些工作人员 上班比较晚的这些人的核酸检测 这会儿 反归大家的感觉就是 跟比人擦的呢 就是比较一致性比较好 就是说每次它都是一定能够擦到 而且擦的不是那么重 因为我们人擦的时候 根据这个采样 人的手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重一点 有的时候轻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擦到 该擦的地方 但是机器人做的呢 它的一致性和它的这个感觉 都是非常一致化的 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深圳市科创委 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 就组织了全市的科研精锐力量 开发各类科技产品 为抗疫一线提供有力支撑 这个其中 智能核酸采养机械人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品类 核酸采样机器人 也是针对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 对核酸采样的需求量大面广 通过呢 赛马制这种方式呢 同步支持几家单位 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 研发核酸采样机器人 核酸采样机器人 如能够大规模的投入使用 将能够大量的减少核酸采样 缓解医务人员数量的需求 那么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 降低呢 病毒的传播风险 同时呢 也为市民核酸采样提供更大的便利 受疫情影响 不少的市场主体都面临发展困境 社会各界都想尽方法 希望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而其实政府都推出不同政策方案 去为企业带来及时雨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立足工作实际 围绕招商引资加金融负能商主线 推出一系列举措速产业发展 刺激实体经济 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珠海有一间致力于研发原创性天然 全人员抗体内新药的生物技术公司 在疫情期间 这个企业面临着研发投入成本带 商有行业成本价格高等难题 在融资过程中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 积极引荐金融机构和企业接合 及时解决了融资问题 融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令到该企业的各个管线 得到了优化升级 并进一步实现产业法 以为企业的后续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 还积极谋划开展 金融进园区系列专题活动 根据园区企业特点 专门安排银行、保险 证券等金融机构 和企业精准对接 政府为我们非常好的 加起了一个桥梁 它确实是可以解决 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 很关键的一点 企业融资 今年6月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印发 珠海市助力企业 输困支援供应链票据融资实施细策 明确将为本地工业企业间 开展供应链合作 提供票据贴言业务 按照实际支付利息的50% 给予补贴 单个企业最高可申请贴言补贴50万元 这一举计划 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援供应链输困解难 放低工业企业票据贴言融资成本 这是一个新政策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企业主要的精力是在应对自己的生产经营 那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 叫做免生吉祥 不用这些企业来申请 我们统一组织培训银行的工作人员 来进行一个申领 避免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这个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 就通过我们的银行系统 大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的情况 自行组织上报 我们统一进行这个撇息的发放 为贯彻落实珠海市产业第一决策部署 强化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作为全市金融业发展的牵头部门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不断完善金融招商工作机制 创新招商举措 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入对接 支援企业造优造强 厚值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 充分调动我们金融各行业的 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珠海的 四加三重点产业当中来 截至目前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以献头推进 招商引资储备项目达30个 投资总额超600亿元 涉及基金 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接下来 珠海将继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效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与此同时 根据珠海市金融改革发展145规划 珠海将按照 一突四身 双十两翼 三区联动的战略框架 全面构筑金融产业生态 金融服务支援 金融开放创新 金融风险防控 金融区域协同的五大体系 将珠海打造成为 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新标杆 有句说话叫 宫南要冲地 吾中活码头 说的是苏修城西北角的虎瑞关 今天和你介绍了一位 在虎瑞关的居民 他是微雕师吴连南 他用了自己的双手 将虎瑞关古时的繁华盛坊 重现于自己的手中 台阶 木耳 飞檐 凝联 这个长宫角10厘米 高12厘米的红木微丁亭子 核核如生地还原了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半的路亭 三里亭 三里亭位于虎瑞关运河西側 为明清时期行人牵夫血脚之用 是苏州运河原线保罗 来为数不多的古旧植物之一 为了还原这个景象 三个月前微雕师吴连南 就开始在打磨推敲 到三里亭要实际车辆一下 包括周长、柱子高度、污蔑 什么形状 拍了不少照片 然后回来重新设计一下 把它比例定下来 它这个亭子是根据一笔一百 就是把它输掉一百倍 然后再设计用什么什么结构 就是让它能够比较牢固 吴连南手艺传至爷爷 微雕板的三里亭用全水某结构制作 不用一根钉纸一片铁 六十几个零件 五十几道工序 稍有毫厘之差 就要重新离过 吴连南今年已经76岁 它热爱的虎岁关 是京航大运河流京之地 微雕板三里亭 是它宏大工程的其中一环 它想做到的是用微宿景观的形式 还原康熙南巡途当中 虎岁关的江南要冲地 吴中活码头的繁华景象 吴连南说 希望尽快能够完成 自己当年的愿望 发扬大运河文化 年纪大来都是雪櫃走出去的人 就是发扬广大 我们雪楼大运河文化 又来到广州广播电视台 制作的湿地的力量系列 小白鹿一家又失去了一名成员 是呀 最初一起出生的三只小白鹿 最终只有一只幸存 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 承担繁衍生息的任务 而湿地上的生命 就是这样周而复此地延续 立即带你去看看 时间推动着生命不断轮回 万物都进入了生命运动的循环过程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死亡不是终点 家园的某个角落里总会有新生命诞生 这只幸存下来的小白鹿 第一次探索鸟巢以外的世界 他正在蹒跚学步 每跨出一步都拼尽了全力 走得越远 也就意味着离广阔的天空更近 他很快就要独立了 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生活 伟大的父母成功地浮育出了下一代 延续了种群的生命 他们在这里出生 他们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成长 他们在这里逝去 在这里重获新生 他们成就于这片石堤 他们成就于这片石堤 游葵是游用向日葵的简称 它的葵花只提出出的油脂 被誉为是21世纪健康营养油 在扬州市京开区百里镇 这里还值了200亩的游葵 现在这片经济作物就进入了盛花期 在乡村里面金黄色的花海 也都进遍夏日浓情 节目的最后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